大家好,我是潘大雅帅,欢迎收看本期大观战关战马,东旋雕刻将 东旋最近都是用记录员在上分,张狂雕刻 没有狩猎本能,张狂挽留吗,配插眼 他没有底牌的 应该是挽留吧,带个风刷 这 也不好说 一般来说呢,张狂配底牌的会比较多 但是他带了插眼插到底,我觉得也能理解吧 就是上来有一刀的机会,好的 这个开局应该是不会再变了 死抓前锋了,前锋这边拉一波 求进墓地,交互夹,躲掉 镜头给到前锋,我们再看一下 这把前锋能不能溜起来吧,祭司是给了一个洞 但是东旋这边的话,把这个洞给处理掉了 那祭司这边也没办法了 本来如果给一些洞呢,让这边前锋往中场走呢 前锋有更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因为在这个墓地里面,确实这个点位的一个 牵制力是蛮强的,但是呢 他也就在这个点了 你想要拉点,转点,其实比较困难的 因为从墓地出去的话,进的是红毯 你要进教堂,其实你这波球就差不多拉干净了 拉干净了,这个词案不太用的,不太好 没关系,就这么个意思啊 看一下这边后续吧 前锋手里面的话还有球 其实这边教堂刚才我们看到祭司应该是有洞的 如果说前锋能够去考虑穿洞的话 我觉得牵制时间更久 但是你真的往中场走呢,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可能会干扰掉,这把的话前锋 该牵制的我觉得已经做到了 雕刻夹这里的话没有闪现 其实你这一刀还真 不一定补得上 但夹中麻烦就是他雕像用的好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把抓前锋两边都能接受吧 一来呢,你抓了个前锋,球人里面少一个薄命 二来呢,也不会被人买架 那以球人来讲呢,毕竟前锋牵制对吧 牵制的时间也够 如果其他人牵制的话,比如说祭司 比如说这边囚徒 可能没有能够牵制这么久的时间的 这里的话,古董商带薄命的过来 拖一轮 毕竟这个雕刻夹他现在没到二阶 所以 这里想秒掉这个古董商我觉得不太嫌 而且这边是个小巷,这边是个小巷 大家知道没有,刚才东学这边的走位就很细腻 他往前多迈了半步 以至于这边 这个古董商就没有办法在前面那个细小的口子里面出棍 他刚才如果在那个细小里面出棍的话 应该是一个无伤救人 因为一棒撒到墙上面以后 他可以再接一棍 再接一棍以后呢,就必然是一个无伤救人 回身,下不了板子,下不了板子 这边迟早到阿尔街 我觉得没有搏命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卖掉这个前锋了 再来救意义不是特别大 不一定救得下来 就算救下来你机子也不够 你饱不活这个前锋 那一把自己舍进去就是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所以我觉得他卖力量会更好一点 这前锋球也嚼掉了,你牵制的不错对吧 后续的话就靠我们了 祭司这边的话给一些压力我觉得是可以的 祭司这边打洞过来给一些证明的压力是可以的 就给你个耳鸣,假装我要救人 让你这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理我的队友 但真的要来救嘛 六个雕像 一补,躲,可以 卡着 大魔王 这里捞下来 一刀扛到刀 76 再补 祭司这边还帮忙来分摊一下雕像的伤害 这块板子卡着 你别说这前锋还真不会倒 这块板子在这边的话只能用雕像来击倒 你普通刀是打不上这个前锋的 这边拿祭司是打了一个洞 但这个洞效果不特别好 我们两千里亮了好吧 一高人胆大 东西这边带不带挽留 带挽留 果然是带挽留 但是由于这边没有底牌 即便祭祷前锋挂飞 我觉得那边囚徒的门也开了 多跑 打得好 打得好 后面祭司那波救人 确实是我格局小了 因为我觉得面对一个二级有六个雕像的雕刻家 你万一没救下来怎么办 对吧 你救下来了牛逼 你没掉下来 崩了呀 好好好 一高人胆大 这种就是对吧 人不轻狂 网少年 这些年轻选手真的是敢打敢拼 感觉我们下期再见